在开始之前,还未订阅我频道的朋友,记得订阅和按下右边的响铃,就可以收看更多灌篮高手的资讯。 在持球进攻的时候按加速,可以看见多了两个技能,一个是传球的技能,另一个是投篮的技能。 在按下转身直突后,有一个新技能转身快投,和另外一个技能连续传身。 如果按下转身快投,就有另一个技能转身快投传球,是假投真传的一个技。 防守的时候,抄球的位置是低位抢断,抄球有天赋加成。 他有飞身扑船,应该是和三井的技能一样。 转身直突后接连续传身,可以先向左突破,再向右突破,摆动幅度不少。 在撞停对手的时候 不知是否电脑的等级比较低 第一位抢转一次就能把球抄下来 转身直突后接连续传身 已经在篮框下附近 实战的时候应该很易被封盖 而且上篮也打体了 他的高度和弹跳力 是可以扣篮的 大忌滑翔灌篮也是扣篮技 这一个背后的抄球有一点似荒芜 加速块头出手很快 应该像长谷川的闪电块头一样难以被封盖 再一次从后抄球成功 而且是直接上手 有假投真传 第一位抢转和飞身扑传 不就正正是荒芜吗 跟上第一位抢转走… 5位抢转下来 move 2位抢转 不就正确! 6位抢转 1位抢转 看似不一定在身后才有效 5位抢转 是 lágy 我是你猪我猪,我不懂说国语,做一个视频花上了很多时间,如果缺少了你的一个Live,我怕我会支持不住,下次见。